新生来治疗代谢神疾病 在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曹教师目前是瑞典宁血平大学 以及英国莱斯特大学丹麦 哥文哈根大学 二本新洲大学的罗宇教授 曹教师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 肥膀 代谢神疾病 糖尿病化症 肿瘤短疑 心血管疾病 等等 与血管新生相关的一些机制的研究 近年来曹教师的研究们 也与我们青松子医学研究相见 正在开展医系列的 使用青松子来抗碍的研究工作 那么曹教师们共发表论文 200多年国际学术论文 并在世界最顶尖的 那些30兆系列大致发表了论文40多年 在拼了时段发表论文12天 论文总共被引用3万多次 平均每篇文章被引用146次 这是一个非常结束的 非常加不齐的一个成绩以及贡献 好 接下来有请我们曹教授 给我们带来今天的演讲说是 调节左右为环境 使用这个气质量来质量左右 最近各位领导 各位专家 大家下午好 首先也感谢贺贺贺贺教授 就是这次清一学的研讨会 我已经非常荣幸能够参加了总理 我来这个目的不是来给大家授课的 是向大家学习 我本来实际上在清研究部 如果没有做什么工作 现在和这个何教授的团队 还有这个深圳大学的张涵教授的团队合作 所以我主要的问题是向大家来学习 借这个机会吧 向大家回报一下 我自己在这个肿瘤方面 这边都是对肿瘤的环境方面的变化 做这些研究和临床上 与其转化一些对药物治疗 对肿瘤的全身性疾病的治疗 做一个回报 大家都知道 在肿瘤的这个维发病里面 还有不同的 对肿瘤的这种